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我不断听到《红莫书》你不断在当中的访问里面 或者说到我们今集的主谈的时候 都有很多是赞赏的说话 其实他不止在书或者在这个节目 其实是很多时候在港道上 我都经常听到他提匪师母 很多谢他 其实这个是不是真的我们夫妻之间 当然是重点 但是要怎样取得平衡呢 其实我觉得因为人基本上 那个正面的估计很重要 这个是一定的 但是我觉得特别在现在的世代 我们听得太多是负面的东西 但是我经常都觉得 能够要去成为一个比辞职的关系 能够更深 我们会不会看到对方的优点 但是有时候老气来说是听不到优点 是的 会的 所以我们要靠我们平时 就是有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 如何去相处 如何去认识 如何去观察 那是不是平时之间 我们叫做存好筹码 存好筹码 是的 存好筹码 是的 用样子来说是真的 因为我觉得等于你存钱 你存钱 都是希望有一天 忽然急用的时候 都可以在钱那边去挣出来 去付钱出去 所以变成 比如说我们搞婚姻广座 自从25周年之后 我们开始去思考 如何可以用婚姻去祝福人 当然在香港 我们在教会那边 我们当然会 大概两三年 我会和师母 就会在教会 开一些课程关于婚姻 那都是两三年一次 当然香港有很多不同的坊间 很多的机会 很多的学习 我经常都会觉得 去婚姻的广座 是不是真的要 哇 喊了大吵 或者已经去到 贫磅 离婚的时候才去 当然 这些情况去 我相信会帮到一些 但我反而觉得 不一定是要去到危机才去 反而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其实慢慢慢慢 在婚姻里面 你都会觉得 去到一个地步 好像没有什么激情 如何维持激情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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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经常都会觉得 人生真的不是很多时候有激情 但是这些课程 其实很多时候 都会挑旺自己去想 究竟我们如何去培养 我们的婚姻 所以当我们在2006年 出了第一本书 其实我们真的停了一段时间 没有再一起出书 直到今年 我们觉得 有神给我们出一本书 就是这本叫做 《旋转木马上的婚姻之味》 这本书的写法 是有些不同的 不同的原因就是 其实我很想知道 为什么用旋转木马 因为很童话 是很童话 原因就是因为 刚才我也有暗示了 就是说 我和师母结婚周年 这几年 我们一定去旋转木马 之一 就是这天就是 海原公园 就是在山顶 现在不是去山顶 现在不是去山顶 现在是迪士尼 就是因为 园外从小到大 师母很喜欢 旋转木马 跟我一样 其实我那时候 现在没有了丽丸 丽丸的时候 我很喜欢旋转木马 他很喜欢 所以现在我们每一年 就去旋转木马 去迪士尼 你很浪漫 或者去 去海原公园 很浪漫 我想象不到 牧师 我想象不到 女士我都说可以 牧师 你骑着旋转木马 会怎样 所以我的Facebook专业 就是和师母骑旋转木马 那张照片 现在他不是白马王 只是白法王子 是的 所以我每一年和他骑 我觉得 一方面是回顾我们的感情 第二就是 其实激情 你可以自己培养 坦白说 那我几岁人 还骑着旋转木马 用人来说 他不会这样做 但我觉得 为什么不行呢 为什么不可以和太太 仍然坚守这种的关系 所以我们这次的书 就用了旋转木马上的分音之味 原因就是 我觉得 一方面旋转木马 在法国 又高又低 又高又低 但是都是在生命那边 在打转的 这个就是婚姻的事实 婚姻是一定有高是低的 它不会没有问题的 就是问题就是 在高是低的时候 要怎样去处理 这个就是我们觉得 在婚姻的讲座那边 一方面就是我们 将我们的生命否白 我们不是完美 我们有我们的难处 但是我们发觉 在婚姻去哪里 就是因为有难处 我们才需要去培育 如果我们一帆封信 你需要培育你的关系 用别人来说 但是这方面 你真的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低潮 人生 有时候你以为 现在我们的婚姻 但是你不知道 不知不觉低潮 其实是危机 你不知道 所以你听完这些讲座 其实你继续去学去做 其实是一方面减少 可能有一些低潮 或者在低潮当中 你知道怎么去处理 但是其实你会不会建议 我突然间这样想 会不会在一个家庭规划上面 你都会觉得一个家庭 应该有一个在这些的讲座 或者这些这样的夫妻型 都要规划在她的家庭里面 其实最好 我经常都觉得 我们教会有婚姻营 三位两位 这些是小组的形式 我们有童工专职去带 我和师母就比较上讲一些基本的观点 然后让他们去婚姻营 我觉得我们各人做各人不同的范畴 而大家是没有冲突 我和师母就强调 他就是说我们两个人都是多些做这方面的 教会大胃的东西 然后小的东西由其他童工去负责 我觉得婚姻里面 我们永远都要培养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去学 去学 当然我们要不同的年龄 有不同的学习 就是我和师母 现在是在想的 一本新书 就是这本书之后 我们希望两年之后 出另一本婚姻书 是写什么呢 是写《生日后病死》 这是一个很深層词 人是正常经历的 要面对 包括我自己 都要去处理 面对将来 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书 是帮助别人去思考 就是说 你去到面对人生 到最后的阶段的时候 就算面对我们不喜欢说 这个死亡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面对 当然我 可以说我现在还未去面对 不过我都要去想 去想 所以 最近我和师母写篇文章 讲死亡 真的 我们都要这样 因为我们的亲人死了 在亲人死了 那个时刻 我看着她的家人 看着我自己 我怎么去面对亲人的女性 其实是将一件事 其实人一定会面对 有机会 可能在婚姻的时候 有机会面对触招 有机会面对一些难关 可能面对一些等等的事 其实如果我们 在书本里面 等于拿了一些智慧 一些 看了的时候 虽然未出现 但我们看了的时候 当中里面 如果我们是这样的情况 可能会面对一件 未来的事 就像我记得 你这本书 《恩上加恩》 你里面有些题目 是被两夫妻去谈的 但它是一个问卷 可能你本身先生 他会谈的很多东西 他太太也会谈的 然后大家就拿来 一个大家的谈谈 其实反而真的 令到大家坦诚了 虽然我们未必去到 那个阶段 对 原来你说到的时候 就会明白到对方 因为愿意他说 对 因为我刚刚听到你所说的 就是坚持 坚持和紧守这件事 其实是男士来说 越学的 是很 不要介意我这么说 因为在《圣经》里面来说 男士是比较容易受引游的 是的 这方面的时候 我们如何在你书本里面 如何去带出 真是告诉双方 在一对夫妻里面来说 他未出现 但你没有理由 脱离不说这件事 是 你一定要说 因为当出现的时候 他可能受试探的时候 他未走到罪的时候 他就可以 走出去 你如何去跟他们 溝通这方面 其实我都说 我作为一个男性 我自己一定有试探 我不会没有试探 但是在过程里面 我觉得很多时候 人们就觉得 喂 我面对试探 有时候真的受不了 我可能会陷入这个试探里面 我反而会跟大显姐妹说 我说 喂 其实你已经打定输 你一定会输 即是说 如果我今天 我觉得 我应该可以胜过试探 我已经有一个思想 我经常觉得 我们的思想 是能够影响我们的行为 因为 我们的思想 其实是 比我们的行动 你今天要打人 你打人之前 你一定想到要打他 所以 如果我们人生 永远在想很多负面的东西 我看到那个人 一定会打他 一定会打他 很自然的 所以我跟师母 结婚这么多年 我跟师母说得很清楚 我说 就算我们喊家喊到怎么也好 一定不说两个字 就是离婚 一定不说 还有我想 最重要的是 神是座着为旺 是真的被神坐在中间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没那么大胆 亂说话 当然我们也有听到 一些人很虔誠 我们看到书里面也有说 一些很虔誠的教徒 但他们也照办 对啊 对啊 刚才刚才我想带出 就是 打定孙子 就是好 我就是当我自己会凡事探 是否想到最尽的时候 才能入到恐惧而去敌党呢 其实 其实 通常 你不会喝得太远 对啊 通常去做完之后才会后悔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 正能量的重要 嗯 反正正能量 就是正能量 譬如说 为什么我跟师母说 一定不会说离婚的那字 嗯 因为当你说得多 你摆在脑上 就要离婚 做得离婚 做得离婚 你说了十次 你真的会离婚的 哦 我问你说什么 有对夫妻 我的朋友经常说 你去哪儿 老公 我说枉眼耳 但他真的不是枉眼耳 但他真的不是枉眼耳 但你说那下真的会有 对啊 没错 就是说得多 好啊 他就这样说 是啊 真的会的 嗯 那你不是把自己陷入 在试探里面 明白 我反而觉得 为什么现在香港 这个城市 有时候会有一些危机 就是 我们太多负面的思想 一说就是 你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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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行 但其实这个人生 我没有说我一定行 不过我觉得 为什么要 先说我不行 我做得多少 我就做多少 嗯 但如果我跟师母说 一不可心离婚 一不可心离婚 其实我相信我们可能要约婚 嗯 因为已经放在这里 你的思想是主宰你的行为 你的行为主宰你的习惯 嗯 所以这个真的很重要 就是我们在警醒方面 真的要好好提醒自己 是啊 其实牧师姐 现在在婚姻里面 我们上帝也在婚姻里有说 教我们怎么去相处 其实在经文里面 其实有没有关于 很切切的婚姻的经文 可以给我们去分享 其实我觉得以复所书第五章 有一次圣经是很好 他说你做丈夫的 要爱你的妻子 这个妻子是要顺服丈夫的 但是这个顺服 当然很多时候都会觉得 哇 怎么搞错啊 你要顺服丈夫 但是反而我觉得 以复所书除了这句圣经之外 去到第五章结尾的时候 他反而说到一句说话 还有一种的含义 就是他说你们做丈夫的 你的爱是要爱到一个地步 要尊敬她 而做太太的 一样要尊敬你的丈夫 我觉得互为尊敬 正如刚才你们都说 为什么我会说这么多 对太太那种尊重 看她的好东西 因为我觉得 如果我看着她 永远都是不好的 那她就在眼中永远都不好 但如果我看着她 这件事值得我去思考 那反而变成夫妻之间的关系 才会越来越进步 其实我希望牧师可以再说多次 这本书是什么名字 因为希望大家 这本书相信会对大家 真的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都是精心盼制出来的 其实这本书是我们今年 和师母透过宣导出版社 所出的一本关于婚姻的书 就是用我们的术语来说 是一提两写 就是说同一个题目 由丈夫和妻子的角度去看同一个题目 我们如何去观察 如何去分享 就是说她帮助我们 能够更加明白对方 就是为什么丈夫会这样写这些东西 妻子怎么写这些东西 就成为了我们对对方的了解更多 好的 多谢你 龙氏 多谢你 下次再请你上来 好 有机会 多谢大家收睇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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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